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主任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想要跟同学们分享一个 可以说是Fone 5里面杰主任个人 觉得最难的一首 诗歌 他的名字就叫做Kudu Kudu Kudu 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说呢 因为啊 当你忘了这一首诗歌后 你等于了解了一整个马来人的故事 可以吗 那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有包含着一段历史 他是叫做Hang Dua Hang Dua 所以 那么 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一首诗歌之前 老师就带大家去一起观赏一下一部马来人的 一生人的故事吧 那个人叫Hang Dua OK Let's go Hang Dua跟Hang Dua 可以说是马来历史上 其中两位最强的 马来武士 从小的他们 他们就是很要好的朋友 也有着非常浓厚的英雄特质 就在他们年纪小小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去学习最强的 这一个马来武术 跟马来短剑术 所以他们就上山 寻找了一代宗师 跟他学习最好的马来武术 年纪小小的他们就已经经历了 高要求跟高强度的训练 到了他们 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就已经被选进王宫里面 为王上效劳 保护王上的周全 凭借着Hang Dua跟Hang Dua的 这一个武术高潮 他们就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名声 甚至阳明海外 但是 苏大招逢 他们 惹来了一群小人的毁谤 小人告诉苏丹 Hang Dua他 与 宫中的宫女有扰 所以那个时候的 苏丹 听得非常生气 下令要杀掉我们的Hang Dua 当然 在杀他之前 我们的首相 Bendahara 就已经意识到Hang Dua是被误害的 所以就偷偷的把他躲进了一个山洞 包他的安全 但是他的好朋友Hang Dua听到了过后 大发雷霆 非常的不满意王上 他觉得王上 没有听名 没有公平的审讯 就已经把Hang Dua给杀掉 于是他就在王宫里面 发黄的找王上算账 就在这个千军一霸的时刻 我们的Hang Dua就被我们的首相带回来保护王上的安全 当然 王上也下令把Hang Dua给杀掉 而我们的Hang Dua 也听从王上的命令 跟Hang Dua 大战 几回合过后 然后就把他给杀掉 好 看了这个小视频过后希望大家对 Hang Dua Hang Dua的这个故事 有一点了解 那因为在 这一首诗歌里面 当你没有 刚刚老师跟大家讲的这一个 知识的基础的话 你可能会读不明白这首诗歌 老师也说到很多人的 这个私信的老师讲 希望我能够讲这一部 Comsus 所以 我也今天 尝试 给大家明白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不了解这个 历史的话 你可能会在里面 读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混淆 他在说什么 可以吗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 OK 最好讲到 在里面 我们的Hang Dua OK 我们的Hang Dua 发生一个坏人的 名字 所以 我们在这边 这个故事 它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他告诉我们 好人不一定是全对 坏人也未必是 全错 所以 他告诉我们事情 不要只看表面 好了 了解了这一部历史后 我们就正式进入 我们的第一段 原文 我们看一下 Sajak Kuduparang Kuduparang 其实就叫做 战争的 导火线 可以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段 好的 在老师还没有开始 这一首诗歌之前 老师要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个诗歌 今天老师稍微会讲 比较久一点点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 比较体谅一下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 第一段 他就已经给出了 非常惊人的一个 行数 他大概有 11到12行左右 可以吗 那么我们先把它切开来 几个部分 来讲解 可以吗 那如果是老师的话 我会把前面这四个部分 当成第一个部分来讲解一下 他说 那么他在说是什么 他说 以前的将军 将军跟我们的 兵士们 OK 在打仗的时候经常去施肥我们的残忍 什么意思叫施肥我们的残忍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撒着一些残忍的 这一些行为给我们的人民 让我们的人民也 结出一些什么 结花出一些仇恨的 诱惑 所以在这边其实同学们他用了大量的一些优美的形容词 他说 让我们的这个残忍 茁壮成长 让我们的仇恨 开花结果 所以 如果我们要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达这句话就是说 在以前我们的将士们 也就是指战争 OK 这些战争引起了我们人民的什么 残忍之心 跟我们仇恨的心 所以 我们再来看下 第二个部分 OK 第二个部分老师就 给大家看一下他说 kita masih perlu berterima kasih kepada kerana membenahkan sepasang mata untuk berlari dengan tangan bergari Sempat Juga menada Sajjambapuisi Unduk sarilagi OK 那这边老师暂停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他在讲什么 他说 战争虽然很残忍 这个上面讲到的 他讲战争虽残忍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 谢谢 谢谢些什么 命运的手指头 那这边其实命运的手指头就是说着命运的安排 不管 以前的战争多么的残忍了 总会有命运的安排 让一双眼睛 Sephasang mata 他让一双眼睛 逃了出来 什么意思叫做一双眼睛呢 就是 目击整个 战争过程的人 跑了出来 虽然那时候他扣上了手铐 这边扣上手铐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他是占颅 或者是可能他被限制了自由 虽然被限制了自由 但是他还是愿意什么 跑了出来 让我们 承接着这一首诗 Munadasi Pui Si 那这边 Pui Si 同学们就要知道一下 Pui Si其实就是真相 他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 可以得到这个 他希望把这一个真相传下去的后代 让我们未来怎么 了解 让我们了解未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那这个是不是跟刚刚的故事有一点点连接 那以前我们会觉得Hung Tua一定是好的 Hung Tua是一个背叛者 那这个就是讲现在有人跑了出来 所以它让我们了解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故事后 其实你在读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其实你会比较有一点共鸣 不然你会读到有一点昏昏欲睡 或者是不是很明白还在讲什么 那我老师直接总结这边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感恩有人为我们正义的挺身 为我们憾慰真相跑得出来 所以让我们未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老师为什么我会放这三个大重点出来 是因为这一行太多了 我希望你们了解 其实它只会总结成三个重点 没有吗 考试很足够用了 你把这三个重点变成马来文 你就是真正的末顺了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吧 所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段 其实它还是蛮长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跟他说到 你需要一点耐心 可以吗 那老师也不清楚 记得这样子教你们 会不会是你们明白 如果你明白的话 不妨在下面留言给老师知道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再去看第二段 第二段有十行 那我们来老师仍然我会把它切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可以吗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首六行 他讲到 看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没有办法看去窗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战争通常都在黎明的时候发生 所以在这边黎明就是突然间发生 因为战争不可能他会告诉你 Hello everybody 我明天下午三点十五分 我会来供你们 这不可能的 所以通常在什么时候战争没发生呢 在人睡觉最浓的时候才会发生战争 没有吗 所以通常晚上你通常看战争 他们都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才会开始 打仗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人是最佳的睡眠状态 所以他说啊 通常战争都是在黎明发生 所以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外面的事情 我们只能够逃跑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马蹄声 OK 家传我们讲这些宝剑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跟那些血液已经到处碰了 OK 已经到处碰了 代表他在形容着什么 战争的那个画面 OK 战争有很多马叫声啊 有很多刀叮叮当当的声音啊 也有很多那些血到处乱碰啊 在这一个残酷的地区 OK 血就好像水花这样到处乱喷 OK 所以在这边其实有一个字 如果你没有去认证读 它会是个陷阱 就是这一个字 汤湾其实叫做分辨 它真正要表达意思叫分辨 它说突如其来的战争 其实往往让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 对吗 我们只顾着逃跑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看 到底是谁是正好人 谁是正的坏人 所以这个他就讲到 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战争的真相 所以加续我们看第二个 他说 战争过后 总是成长了很多的什么 总是长出了很多 这一个秘密的外皮 这个他用到非常好的形容词 他说通常战争完后 你根本听不到真相 为什么 因为只有胜利的人才会告诉你事情 你有听过书家跟你讲事情的真相吗 没有 所以往往我们的战争 我们听到的东西未必是这个真相 因为赢的人未必是好的 那他讲的东西我们怎样可以相信呢 所以在这边他讲到 战争后往往都有一些秘密的外皮 就是说有一些很神奇的秘密的东西 遮住了不给我们知道 然后让我们怎样 混淆了 OK 让我们混淆 我们会混淆什么东西要讲 战争后充满着混淆和秘密 我们经常打完战后 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人 才是真正的坏人 我们不懂谁杀了真正的坏人 这就是我们讲战争 其实就是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战争后谁是神谁是鬼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听到 赢家的那一方面的陈词 对吗 所以第二段就是这样 他说战争很混乱 OK 紧接着第三段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诗歌 OK So Jashid老师就开始讲一下这一边的话 然后当然我一样会分几个段落 几个部分给大家明白 不要一次过读完 OK 所以我们先读前面的六行 Andai namamutu Kita masi di da mahu Manyan jonya pendekapalinggawa gao Karana taktas shtir tbina di istana Wangse bukana pijami kukkunya OK 他说到如果今天你这个人很像汉多这样 同学这边就是跟刚刚的故事 要调动回刚刚的故事 你才可以看 读回来 他讲 如果你是汉多 人民你们也千万不要什么 他说 不要去称赞他是一个勇敢的英雄 OK 暂时性 我们也不可以下断定 他是一个很好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他只对谁很忠心 他讲他只对王上跟王族里面很忠心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分辨是非的人 他并不是讲天子犯错与平民同罪 并不是众人 他永远在拥戴着什么 拥护着我们的王权 所以他讲他只是对王族忠心 但是并不是那个坚定不移的担保人 在这边他讲的是什么担保人 公正的担保人 这个英雄不是 他只是一个对王族忠心的人 没有吗 就像我们大家看 这公正的东西 他说 这一个公正的这一个钉子 其实已经被我们的这些骗子 给什么 踏到肮脏了 也代表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一个公正已经没有了 然后他再续讲 那这些没有秉持着公正的人会怎样 你就好像黏上了痛苦的墓穴 让人民 什么叫痛苦的墓穴 大家你被墓穴弄在锁的时候 你去折它的话 OK 你其实会痛 所以他说 其实 我们如果没有保持着公正的话 我们会沾上一些墓穴 就是痛苦的意思 没有吗 我们会很痛苦 跟你会让我们的国家的尊严 也丧失掉 人民对整个国家 没有了信心 这个就是这一段 我们讲的 亨多 所以战争不要永远只看那一遍 我们要看另外一遍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段吧 OK 第四段 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这个老师就一口气把它给读完 因为 所以 它不会很长 我们可以 一次过了解完整个东西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 如果今天 你的名字是一个 Hungabat的名字 他用Hungabat来形容什么 叛徒 如果我们在历史书上读到一些叛徒的名字 我们也暂时性不要叫他们为背叛者 暂时不要叫他们为背叛者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我们的公平Bertac Adulant 公平的这一块东西 在战争故事讲的 被破坏了 甚至埋没在仇恨的海洋里面 听到吗 所以通常打完战够了 没有公平可言的 而是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所以他讲 通常我们读历史书 打仗了的人过多是永远都是圣的人 然后输的人永远都是千读罪人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他教会我们什么 我们要明辨识 我们要了解 其实 里面的叛徒不一定是坏的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可以吗 因为那个时候他讲 那些打赢的人 或者是那些王族的人 都会把自己叫为什么 圣人 而就是因为有一些自称圣人的人 把公平给什么 污染掉了 所以老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觉得在这一个 刚刚老师告诉大家的这个 movie里面 这个电影里面 谁是自称圣人的 这一个角色 如果猜中的话 可能 老师给你一个神秘的礼物 好不好 所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吧 来 新的一段 我们来继续 继续读一下 可以吗 那 那一样 老师在两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先 他说 他说 战争 OK 战争虽然能够 烫伤那些骗子的舌头 就说他说 战争当发生的时候 骗子可能 已经没有 没有存在了 骗子就已经功成身退了 已经离开了 虽然 战争能够烫伤我们骗子 欺骗的舌头 但是他讲 却不查邦 拉路不得慕巴油 还有什么 却 阻挡了什么 却阻挡了一些虚假的风 骗子走了 但是却来了一些 很多假消息来了 当假消息 他说 吹走了 不丢 吹走了 也同时把我们的真理给搬走了 所以这边其实同学们可以的话 我要你们在这一边只记得 第三行的这两个字 Memina跟Kubinaran 就是说战争其实把很多的真理给什么 真相给搬走了 OK 然后用什么东西来美化呢 他讲 Mawana 用一些漂亮的颜色美化那些丑陋 美化这些谎言 所以战争你会听到很多那种 以好像是道理的道理来发动一场战争 但其实他的内心是丑陋的 他就是要表达这种东西 所以很多看起来很像是道理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谎言 所以战争的时候充满着许多 散布着许多的愤怒 在我们的和平的世界里面 这个是整个 他讲到战争要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你会听到很多谣言满天飞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 下一个我们讲 这边其实同学 这个是很多学生会乱掉的一个部分 他说我们用着很伤心的心情 我们用很伤心的心情 缝回这些 我们要缝回这些幸福的碎片 也代表着他在战争够人民都是这样 自己把这些幸福的碎片一片一片的收集回来 把它给缝制上来 让这些什么 OK 让这些巴拉万 巴拉万叫这些悲伤的事情 伤心的事情 我们用这些悲伤的事情 我们人民自己用什么来堵住 我们用爱来堵上这些伤心的事情 所以这边就是老师跟大家说的 人民很有自己的自愈能力 但每一次我们发生了战争过后 我们还是能够加开心的活下去 为什么 因为人民会用爱来让这些伤心的事情慢慢的给淡化 所以这个就是他讲到 其实老师觉得这个诗歌是很有深度的 因为你需要慢慢的去了解 可以吗 所以希望同学们你能够领悟得到这一首诗歌里面的一些精髓 所以这一段就讲完了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段了 他说 他说 知道了现在已经是黄昏了 黄昏或者傍晚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已经过了很久过后 过了很久 我们还在争吵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可以吗 所以同学们老师就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你比较在生活中你觉得你会比较支持Honda的这种角色 还是Honda的这种角色呢 你在下面留言给老师知道一下 OK 好了同学们 那在这边的话老师因为没有办法把我的这个意识 我的笔记跟刚刚的这一个教学放在一起 因为实在实在是太多神智了 可以吗 那我会把它放在影片的后面 然后给大家自己拍上来 然后你自己做个笔记 拿出来的 这种部网上 her 我给你们点分别的 我知道 个身体跟网上 那你的表现 囁容 它在什么 但是 那么 够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